最大的记录请看 改写记录刚刚说了 价格创15年的新高 今天的台北股市的总市值 超过了29兆 29.03兆 是最改写历史新高的台股总市值 刚刚提到 台股今天的漂亮成绩单得感谢到 美国股市的纳萨克 5100.37 这是历史新高哦 我们常常讲台北股市其实是跟美国股市当中的 科技类股纳萨克关联性 正相关是最高的 阿文塞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 纳萨克为什么再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不要高兴太早 今天晚上苹果要公布季报 我就担心会不会影响到 明天台北股市万点站不稳呢 两个请教阿文塞 好的我想在上个礼拜 5的时候的话 我们已经很开心因为在旗子的部分的话 已经在照相 旷照算因为1万点 那么到礼拜六早上一看到 哇 微软的话涨10.45 微软这段时间不太会涨 所以亚马逊 阿马逊的部分的话 涨14.15 那时候就笃定就说 礼拜五的时候 已经看到期货占1万点了 那礼拜六的话 礼拜一今天的话 就准备我们大盘的话 也要公1万点 那今天公了1万02点 15年了 美国科技股注证 我都头毛背了你知道 赶快要1万点 不然要等到什么西线 所以原则上15年终于等到1万02点 那为什么每个股市会这样涨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黑线图的部分 微软的部分的话 那这一类型股票很重要 你看它这边盘整 那忽然间的话 它是跳空大涨的 对对对 这个的话原则上的话 是公布潮报表之后 比疫情高出非常多 再来我们来看亚马逊的部分 亚马逊涨14个% 对也是盘整多久 虽然间汉地拔冲 神龙白尾就拉上去 两党个股你看都是流多方的跳空缺口 都是出大量 感谢阿文塞 上个礼拜一就提醒大家 是超级财报周的帮助 对那原则上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 因为微软公布它潮报表 大家都想说 因为它被所谓的PC 因为PC摔跃很厉害 第一季的NB跟去年第一季 就摔跃16% 那理论上不应该摔跃这么多 对对 摔跃很多 所以PC应该不好 但重点它在云端的云收 一公布成长一倍 尤其在行动软体的部分的话 它也非常强 云收成长幅度很大 所以原则上 大家认为就是说 这个云端如果迅速成长 未来的空间很大 那表示说它未来的成长性 还会持续往上拉 如果只是PC的话 恐怕是所谓的昙花一现 因为云端才是现在未来的趋势 对然后亚马逊公布云端的业绩的话 一季15亿 一年的话大概50亿美元以上 重点的话 它讲了一个观念 家庭服务商机有4000到8000亿美元 现在亚马逊用一个方式就说 我现在你们家里面要装电视 你们家里面要装电名箱 你们家里面的话修马桶 修什么我都替你做 而且很便宜 所以亚马逊它弄了这个所谓的家庭服务的商机 而且这个是4000到8000一年大概这个商机 所以以前是个别人在转 就是我是一个专业人士 我专门修马桶了 我专门修草坪 我专门在弄游泳池了 现在这些人都被亚马逊抢走生意了 所以亚马逊它是要怎么去进入这个家庭服务 有派人去吗 对对对 所以以后这些跑当班的 以后都要变成亚马逊旗下的 加盟的一个所谓的那个 所以一有商机的时候 马上通知你去做通知你去做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价格就压很低了 所以原则上的话 你可以发现市场的需求很大 所以亚马逊一听完之后的话 它虽然是亏钱 它公布淘宝还是亏钱 只是云端大夫成长 但这个东西的话亚马逊就大涨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 礼拜六早上一看到这样的话 大家就笃定今天1万点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 那旗子也看到了 我们的盘中 这个上市柜的话也看到了 所以原则上的话就这个 但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苹果 但是我觉得苹果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情况 那我个人认为苹果应该是不错了 因为我们以前最怕是强势美元 因为我们来看一个美元的一个走势 因为美元的走势 你看1月份 2月份 3月份 其实美元最强的时候是第一季 涨幅最大 是在第一季 所以如果海外收入高的人 你的汇兑损失会最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害怕 就是说海外比例高的 会不会有问题 那海外比例高的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百胜客 那百胜客是什么 肯德基 这不是肯德基 这不是肯德基 对对 要吃鸡块 不是肯德基 肯德基是百胜餐饮 对对 还有就是pizza hard 我们吃pizza 就是要吃百胜客的 你可以发现 它公布潮报表 如果这支股票 YU1 它反而是逆势上涨 也就是说本来害怕 它海外的收益 会有费对损失 对对对 所以它一直在那边紧张紧张 害怕 公布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都没有受到美元强势的一个亏损 肯德基卖得很好 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的内需市场 依旧很强 没有没有 这表示他们的一个避险的话 已经都有避过了 所以你看麦当劳也是 我们来看MCD的部分的话 麦当劳的话也比疫情好 虽然没有强很多 但是没有像疫情的这样跌 反而上涨 包括可可乐都是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 用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赤卡的部分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苹果的话 其他在第一季 中国大陆卖的比本国卖的还多 卖到大陆的比卖本国的数量还多 在今年的第一季 对 这样所以他美元对他影响很大 因为他惠惠 这个美元影响很大 那现在看到麦当劳 必胜克还有可可可乐 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原则上一般认为 我们看下一 看这里 他的获利的话 是一估两块一毛五 这两块一毛五 其实重点的话是年成长30% 那也不错 所以一般都是要跟去年同期来比较 他成长30% 第一季刚才不是已经讲了 美元是强的 创新高达 他竟然在第一季的这个获利 跟去年同期成长30% 还可以成长 对 所以现在义估是认为 苹果今天晚上公布朝报表的话 其实义起的话还是不错 因为他卖了5827万只的 所谓的iPhone 那第二季的话本来是4500万只 因为有时候是第一季朝报表很好 但是问题他展望未来不好 那股价就跌了 那现在他iPhone的话 从4500万只调高到5148万只 那也不错 有人估到5400 那我们是取比较保守的 所以从4500到5400 或是到5100 就表示他第二季的营收 是比原来一估好 那四月份Apple Watch又开始出来了 那Apple Watch也是抢购 所以原则上 一估未来第二季的营收的话 应该是不错 所以感谢文三 我还是确认他坐下来之后要一个答案 大胆假设如果诚如您估的 苹果今天晚上公布的季报是很不错 苹果股价我们不奢求 只要来个收红就OK 那明天台北股市的苹果派台股指数的万点 是不是收盘就应该要站稳呢 对 如果我们假设这样讲 如果他第一季2块1毛5 今年赚9块钱基于就很大 那以目前他的价位的话 他的本益比大概就11倍12倍 那一般以苹果过去的话 他的本益比的话 13到16倍的机会很大 所以实际上如果2块1毛5 真的实现的时候 整年度9块以上 那其实他目前的价位的话 还是偏低 对啊 本益比才10多倍 对对对 还算合理 感谢文三 这个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大事 苹果的记忆报先帮您追踪 感谢纳萨克冲的历史新高 带动台股的这一把火 但是台北股市未来到底会怎么走 说实在的这句话 我一直觉得很有道理 叫做渐往直来 看看过去啦 想想未来啦 因为过去总能够得到一点点启发吧 但是现在的今天 我真的不喜欢这句话 台北股市请上来一下 就是这张的过去历史之张图 因为以前台北股市建到了万点的建网 那是没建万点没多久就掉下来了 如果支来那是这样的话 我们没多久在八国节万点 也就摔下来了 是不是这样 留给宾宇的大主题 只是过去的万点到底它的背景资料是如何 我快速念过一遍把它镜头拉近 1990年的2月份 那时候台股的万点是12682 12682 开户数500万户以上 金融领军 但是呢也是一样 仰望没多久掉下来了 接下来是在1997年的8月份 10256 那时候是李登辉总统 第一届的民选总统 从万点 也是同样没多久掉下来 接下来呢 2000年的2月份 10393 这些数字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这个选举造势啦 最重要在这儿 网路股标 就是.com的那个泡沫化 没多久也是掉下来 现在来这是盘中的高点 2015年2015 4月份 今天102点 开户数跟大家报告 947万户 您觉得好像超过之前的 1990年的500万户 可是呢 重点1 现在开户数900吨万户 有开户没进场的一大堆 重点2 这一次的102点呢 它是有3008的大理光 2330的台积电 所领军的背景资料 完全不一样 再加上一个金融股 电金双主流 所以兵渝请问一下 这一次的万点 我好怕过去啊 那我的未来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回观过去台北股市 万点的历史 跟这一次的背景啊 有非常大的不同 首先就时间的观点来看 就过去几次上万点的过程当中 它也不是一口气就马上形成 肩头反转的哦 比如我说以这个10256啊 或10393这两次为例 10256啊 它是在86年的时候 7月份就已经见到万点了 但是真正开始做头再次跌破 万点水位是什么时候呢 两个月之后的事情 在万点以上停留两个月 没有错 而10393的话呢 也在万点之上停留三个月之久 更不要讲到说 当时78年6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站上万点的这次 12682台北股市历史高点的话呢 足足在万点之上 占了11个月将近一年之久的时间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现在才刚刚摸到万点水位而已 你要它真正做头下来的话 最少最少 憨不浪当 也要来个一季以上的时间吧 三个月 对 所以在现阶段 你就来担忧说 这里会不会是台股的高点 会不会要肩头反转 这里会不会有问题 我认为都言之过早 这个是就时间的观点来看 再来的话呢 从筹码的观点 我们来看一下 当初12682的时候啊 整个市场上面是以散步为主 当然当时还没有融资 所以没有办法去统计一下融资的余额 但是整个市场的结构 是以散步为主 然后业内在那个地方 做拉抬跟炒作的动作 当时台股很流行 所谓的四大天王 对不对 就是那一个年代 那来到10256的时候呢 融资余额当时建高的时候 是来到5000亿以上的水位 来到5236亿 而整个市场的结构上面来讲 除了散步为大中之外 才渐渐加入了投信啊 业内这些国内的法人 这个在内 但是主要还是 以浮烂的散步筹码为主 那再来到10393这一次的话 融资余额同样有到5000亿以上 来到5613亿 这样的一个水位 那这个当时的话呢 这个外资的法人也渐渐有进来 不过主要他形成 万点崩盘的原因 都在于筹码的散乱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一次 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呢 我们大盘融资余有多少 不过是2400多亿的水位 几乎是之前的5000多亿的 大概一半都不到 一半都不到 对 更何况刚才 这个瑞涵有提到 开户数这件事情 过往来看的话 我们常态台北股市 10栋户 开户数900万没有错 但真正有在做交易的 常态底下的话 应该都有来到120万户 以上的水位每个月 但是就今年初到现阶段来看的话 比如我以二月份为例 已经破100万 只要90几万户在做 所以说其实就整个市场的活络度 或筹码沉定的情况来看 我认为是相当干定 完全没有任何筹码混乱的情况产生 所以你知道吗 市场上才有这么一说 画面上的这张图表 台股的万点 今年2015年的万点 真的是史上万点最冷的一次 冷感没感觉 这个冷到连财长张胜和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他说他也经历过 这次没有全民疯狂 比上次冷静很多 有多疯狂 刚刚兵雨已经补充了 台股过去上万点是全民疯股票 买菜的 卖菜的都在谈股票 他说连他的儿子 幼稚园的司机都不干了 辞职了 去投资股票 再下一张你看他怎么讲 他经历过 所以特别有感觉 台股上万点 是反映到了基本面 国内 他就讲现在了 国内外经济情势 不错 外界不必设定 不必设定点数关卡 那不就吻合了 冰雨刚提到了 以后万点是新常态 是吗 破了万点 就不再是心理关卡 接下来上上下价就会很自然 但是讲到这一点 过去跟现在 冠琴啊 你也经历过万点 这次真的是很冷感 为什么啊 我想其实三次万点 我都经历过 只不过第一次的万点 一万两千多点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念国中 我记得那时候老师 就像张胜和部长所提到的 我们那时候老师都跑去 跑去说买国泰金 说那时候叫国泰人寿 然后每个人都把这薪水拿去买国泰人寿 后来历经了大概三年之后 我记得我在毕业的时候 那老师都讲说 光是国泰人寿 我不知道赔了多少钱 那时候国泰人寿 我如果没有记错是 好像1800块吧 1975 1975 非常非常的夸张 然后第二次的一个高点 1033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当研究员 我那时候我们也是一样 到一万点大家就很兴奋 打开电视来看 所有分析师都告诉你 这一次跟以前的一万点不一样 因为大家只要提到万点 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所有每次的万点 后来都是崩盘来做结束 对啊 两到三个月 但是这一次会不会真的不一样 老实说我也没有把握 但是重点在于说 散户参与率 我想重点就是 刚刚这个兵有提到了 这一次真的很不高 因为我依然依稀的记得 上次万点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研究部门 在写什么报告 在写华邦的报告 请大家看一下 华邦现在剩多少钱 华邦店没有记错 大概10块上下吧 对啊 上次的万点 华邦店 10块5而已 120几块 2337的望宏 现在连10块都有找 你一张都 连一万块都不用 真的 仗是万点的时候 也超过100元 那更不用讲 那很可怜的 这个中环莱德威胜了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每天在加班 写威胜报告 因为那时候威胜 很好很好 哇冲到600多块 威胜也当过股王啊 对所以 这一次呢 你会发现到 所有的散户 完全好像都没有 都没有参与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最近的统计资料啊 这个说指数是涨600 600点没错 五美为股民 平均资产增加22万 可是增加在哪边去 我请问大家 在座的观众朋友们 你谁有去买3008大力光 我相信 应该是有 但不到一成 甚至可能你顶多 买个一张两张 真正买多的人 很可能住在高雄 住在哪里的大户啊 或者是外资买最多 因为我有统计了 我有统计了一下 外资今年以来 用它的持股比率来算的话 它大力光 它在以这个 今天收盘价来算的话 大概捞走了 五百六十几亿周啊 那散户所持有的中小型 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以前也算大型 像中环莱德 那以前大型啊 我们不要说中小型好了 就以大家心目中最痛的 那个在卖手机那家公司 对不对 宏达店 有人说我只要谈宏达店 好像很气愤 其实没有 一点都没有 所以你看到 其实大家所赚到的钱 老实说真的是为乎其为 那反而说真的 这些钱都给外资赚走 可是这有一个好处 就在于说 给外资赚走 甚至给法人赚走的话 至少呢 短期来讲的话 我想这个行情呢 当然如果在一个国际股市不错 经济面的方式不错的话 我想是有机会持续下去 反而比较撑得久 刚刚那张字卡已经说明了 为什么市场如此冷感 因为这次冲万点的 刚宾宇还有这个冠金都说了 是金融全职股 这是外资啊 受险公司 投资机构 他们赚走了 散户拍谁 都是一些中小型股 又该怎么办 就是因为您担心 不知道该怎么办 十一点钟 我们操作会大教学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告诉你 今天的万点 大家都比较偏乐观 对不对 拍谁 台股今天的万点 是有败笔的哦 到底什么败笔 留给汉伟回来 说明白 拜拜